自己投资了20年 什么分析工具都几乎听过用过 什么RSI背词 烈口一定得到 死亡交叉又不交叉 浪败过我今次和青春 最后发现统计是最实际 我会以Backtesting工具 一起揭开一些假分析的面具 不要再走我走过冤枉路了 今天来到《加油智慧》的节目 今天跟大家讲不是普通的MA 而是讲EMA EMA的E stands for what?就是Exponential EMA简单来说 不去那么多学术 因为我们要看怎样实践 那实际有没有用呢? 沿途平均线我们上次讲过 有很多情况都没有用的 但是上次我们交流节目 已经讲过这个节目 讲了怎样才会有用 咦!结果了 凌重率低 但是成算高和 那怎样用呢? 看之前的集 那这个EMA怎么用呢? 其实它的wating是快重了 在最近发生的一些股价上面 那就是它比最近的股价表现 比重是最多 然后最远的股价比比重最少 那就是它比SMA 是更敏感的 就是减少了滞后的问题 这个就是这样用 那如果你要用的时候 其实一般的常经网站 你按EMA 就已经占了另一条平均线了 所以大家用就很简单 今天又有三个系统和大家做的 这件事比较有趣的 第一就是用单线系统 第二就是用双线系统 第三就是我们每一个国家 它自己有一个天线系统 哪个是最合适的 和大家一一去做清楚 那今天跟大家讲的 恒生指数 美国S&P500指数 上陈指数 马来西亚的吉林波 这个指数 全部去做的准备 全部剩下不同的指数 四个不同文化 四个不同地区 去做准备做的 那你交易呢 亦都会用一个长的时间 那你分别呢 就会用到三年短期的 和五年长期的 那么经济学上都是分一 三年短期 五年中期 十年长期嘛 但是呢不是三日 五日十日 这个就是短炒 咁你的事啦 那我们看看恒生指数呢 如果你用的变化是怎样去做呢 首先就用单线二十天先 因为二十天比较出名 如果你二十天呢 都不合适的时候 第二就不用这么说 对不对 那么它的股价跌穿二十天呢 就估出 股价跌穿二十天呢 就买入 那跟普通的延级平衡线 有没有优化了呢 那么结果 我们看到了 升线呢 是低得很高的 那一样了 跟之前延级平衡线一样 马来西亚的用法呢 是高一点的特别 但是都是31%而已 那整体的升线呢 通胎是负数的 这三年啊 那这三年呢 其实有什么这么特别呢 因为股市呢 是经过横行和爆升上来的 那所以有机会呢 基本上呢 只剩下爆升上来的 其他横行呢 可能是蝕钱的机会 所以拉回平均呢 是一般的了 但是十年当中呢 因为有大升有大跌 那浪呢 明显一点 所以你们看到了 勝算率呢 都是只有二十几三十百分钟而已 跟延红那时一样 不过呢 它总盈利呢 在这个香港呢 中国和马来西亚呢 是最高的 那当中呢 有趣的地方可以看到了 因为成熟国家 S&P500指数呢 是完全不合格 是-63%的 那勝算21% 但是你看到 马来西亚呢 多少少少勝算而已 32.5%呢 其实勝算呢 去到盈利呢 是有190%增长的 那所以呢 在一些比较 就是成交量少的国家呢 其实呢 它的用法可能好些 也都上升呢 是320%的 那所以你看到了 其实呢 一个我们知道比较少 或者省会比较多的市场呢 其实呢 它的用法是非常之好 那这些传用法呢 在一些比较 比较大跌深扣的市场呢 可能是有用些 都未定 那我们怎样optimize 它呢 那我们可以去做这件事了 我们首先呢 optimize 呢 就用15槽工计 因为呢 20天不一定work的嘛 那么呢 逐个指数 逐个连托下去 哪一段天线呢 是最有大的胜算 general的最大盈利呢 那我们就看到了 香港呢 它特有的EMA 记住现在说EMA 就是27天 它是最好的 那 美国呢 180天 188天 上征就23天 马来西亚 有两天 那回报呢 分别呢 亦都不同的 香港110% 马来西亚上征呢 有几百%增长的 美国好些了 有80% 那你看到这个分别 那什么意思呢 原来越成10多市场呢 其实它波动情况越低嘛 所以用的天数越长 才越准 那就是说 鼓励着 譬如玩美股呢 不用动那么多的 鼓励着玩马股呢 两个续动一次 尤其是 看到吗 很夸张的 所以两个一次呢 你用移动平均线 还是用EMA 都是无分别的 因为呢 你记得上一套 都是说两天的 今次都是说两天的 无论你见到变化呢 两天都够重的了 所以呢 都是用两天 所以炒马股呢 不适而长渣 最好不断炒 就有回报了 那意思呢 所以呢 基本上的风险比较高 当然 如果我们用双线运用氧店呢 那我们用20和50天 这是最出名的两条线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做呢 交易次数三年有七次 六次 十三次 十三次到十一次的 那么分别呢 升选大增的 S&P500次数呢 当堂醒神了 去到24% 最能力的 那么三年是这样的 十年呢 十年他都不差的 他都是62% 有14次获利的 39次交易当中 那么你见到 最厉害的 升选呢 其实没有特别提高了 但是反而 全世界都一样 变了30% 赚钱也是几十到100% 你见到用双线移动平均线呢 其实稳定性好多 亦都你见不到排外升那么强 地区性就差不多 不过啦 最好使用的 亦都是中国上证指数 看到啦 那么胜算呢 也有三成 赚英尼呢 有100%的 但是恒生指数呢 就用双线延平均线 和美国S&P500次数呢 就好些 那么如果中国上证指数 和马力西亚指数呢 就用单线好些了 所以分得开两种呢 就成熟点市场 和是比较成熟点市场呢 是两个用法不同的 那么如果将它optimized 那两条线是最漂亮呢 很厉害了 我们见到恒生指数呢 最靓仔用10天和68天交叉 那么美国呢 就用50天和80天交叉 中国用3天而已 和63天交叉 那么即63天不动 那么63天不动 那么3天就是这样交叉的 有机会 那么马力西亚呢 就17天和160球天投叉 马力西亚是最特别的 因为它的快线呢 用17天比较短的 但是这条慢线呢 是最长的这么多国家 那么所以呢 马力西亚是很特别的情况 要么就非常之长叉 要么就非常之短叉 要么就非常之短叉 如果短线和长线有反转速度呢 基本上呢 出益时机是非常之厉害的 那么你见到啦 用这个方法optimizer的时候呢 其实呢 上证指数 都是最高盈来的 那个胜算呢 最高就是美国的S&P500 所以啦 今天呢 用EMA的总结是怎样呢 如果你玩得港股呢 你要用两线的平均 两线平均交叉 optimizer 用10天、68天 如果美国呢 一定不可以用单线 首先啊 第二 就用50和80 那你generate到呢 就有146% 和有40%名进率 那视乎你想是玩盈利 还是玩名进率 那我觉得 如果玩名进率也安全的 起码你十铺 见到五铺先 赚的那些会赚多一点 虧的那些要少一点 那你的盈利就多一点 这样玩中国和马来西亚指数呢 大家都不用考虑双线了 索性玩单线 那单线玩什么呢 就刚才optimizer 单线呢 就直接玩中国玩的23天 马股玩两天 搞定的了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小小东西 都挺有趣 还有呢 一些财经网站按出来的东西 但是呢 亦都给大家知道呢 它是sensitive一点的 比原平均分线 而且呢 它是比较上没有那么滞口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玩马股呢 基本上没有分别的 但是玩其他三个呢 就有分别了 那大家呢 今天这么简单 街道智慧的节目呢 希望和大家订阅 记得了 我们定时都有查序 和分享会 大家看看 明镜长下 有最近的分享会 记得了 还没按Subscribe呢 记得按Subscribe 和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下次再见了